为圆满完成对东林党人的总清算 魏忠贤别出心裁的弄出了一份名单 叫做东林点将路 几年前在沙漠风暴战争中 为了抓住伊拉克的头头们 美军特制了一副不克牌 把人都印在上面 抓人之余还能打牌 创意是备受称赞 但和几百年前的魏公公比起来 美军那就差得太远了 魏公公的敌人们 统统按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归类编印成册 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外号 独来是朗朗上口 而且按排数算 美军只有一副扑克五十四张 只能够打斗地主 魏公公能做两副牌打拖拉机 这份东林点将路的内容相当精彩 排第一的拖塔天王是南京户部上书李三才 第二男主角 吉时宇宋江由大学士叶相高扮演 戏中其余主角以排名为序 不分姓氏笔画 我呢在这给您说一说 您听一听 遇其林卢俊逸 吏部上书赵南兴誓言 入云龙公孙盛 左都御史高攀龙誓言 智多兴无用 左御德妙昌七誓言 见于以下一百多人中 没有路人甲送兵已知流 全部有名有姓有外号有官职篇幅太长 故省略 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斗争中 给魏仁妖留下深刻印象的杨莲和左光斗 都得到了重要的角色 其中杨莲扮演的是大刀官圣 而左光斗是豹子头林冲 当然了 这个创意并不是魏公公首先提出的 灵感爆发的撰写者 是王少辉 时任吏部尚书 这位王尚书并非等贤之辈 据说他虽然唯命是从毫无道德人品低劣 但相当女性化 长相柔美 还特别喜欢给人起外号 所以江湖上的朋友给他也取了个响亮的外号 王媳妇 王媳妇 向来是尊重长辈 特别是对魏公公 他知道自己的公公不识字 写得太复杂看不懂 但水浒还是听过的 所以就想了这么个招 魏公公很是高兴 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一本自己能够看得懂的书 兴奋之余他跑去找皇帝 展示这个文化成果 当皇帝拿到这份东林典将路的时候 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公公跳河的问题 什么是水浒 魏公公热泪盈眶了 他终于遇到了知音 在这个世上要找到一个文化比他还低的人 是太不容易了 本着扫除文盲的决心和责任 魏文盲对朱文盲详细的解说了水浒的意义和内容 皇帝满意了 他翻开首页 看到了拖沓天王李三才 随即问了第二个让魏公公崩溃的问题 谁是拖沓天王呢 如此有趣的朋友实在是难寻哪 有生以来魏公公第一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问 他马上将自己听来的拖沓天王朝盖的故事 和盘拖出 从生平入行当强盗 智取生辰纲 梁山结义等等 威威道来 然而他还没有讲完 皇帝大人就用一声大贺打断了他 好 拖沓天王 有勇有谋 讲坏话竟然讲出这个效果 那一刻魏忠贤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失败 魏忠贤闭上了嘴收回了这本书 再也没有提起过 至于他回去后有没有找王媳妇算账就不知道了 除了著书立言外 魏公公成为圣贤的另一个标志是修祠堂 所谓祠堂是用来祭奠祖先的 也就是说供在里面的都是死人 而魏公公是唯一一个供在里面却又活着的人 修祠这个事是浙江巡抚潘汝珍先弄出来的 为了表示尊重 他把魏公公的祠堂修在了西湖的边上 住在他这个祠堂旁边的也是位名人 岳飞就是岳妙 这个由头一出来就不得了了 全国各地只要有点钱的就修祠堂 据说呀 袁崇焕同志也干过这活 为了显示对魏公公的尊重 祠堂选址还专挑黄金地段 比如凤阳的祠堂就修在朱元璋祖宗黄陵的旁边 南京的祠堂竟然修在了朱元璋的坟头 崇巴兄要是在天有灵知道一个死太监竟敢跟自己抢地盘 说不定啊会把棺材给啃穿了 但是最猛的还是江西 江西巡抚杨邦县要修祠堂 唯恐地段不好 竟然把朱圣贤朱熙的祠堂给砸了 然后在遗址上重建 以表明不破不立的决心 书写完了 祠堂修了 魏人妖当圣人的日子不远了 各种妖魔鬼怪就跳出来了 最能闹腾的是国子间奸生陆万龄 他公然提出要在国子间里给魏忠贤修祠堂 他还说当年孔子写了春秋 现在魏公公写了三朝要点 孔子是圣贤 所以魏公公也应该是圣贤 无耻的人读过书以后 往往会变得更加无耻 由于这个人的恶心程度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搞得跟魏忠贤关系不错的 一位国子间私业副校长也受不了了 表示无法忍受辞职走人 面对如此光辉的荣誉 魏忠贤的内心没有一丝不安 他很高兴 也希望大家伙都高兴 但这实在有点难 因为他并不是圣贤 而是死太监是无恶不作 无耻至极的死太监 要想普天同庆万民景仰 只能到梦里面忽悠自己了 捧他的人越多 骂他的人也就越多 朝廷上不让骂 就在民间骂 传到魏公公耳朵里 魏公公很不高兴 可是国家这么大 人这么多 我背后骂你两句 你还能如何 魏公公说 我呢 他自信的来源就是特务 作为东厂提督太监 魏忠贤对殷人一向很有心得 在他的领导下 东厂特务遍布全国 四下自探 比如在江西 有一个人到书店买书 看到三朝要点就拿起来看 觉得不爽就说了两句 结果旁边一个人突然抱起 跑过来揪住他 说自己是特务 要把他抓走 好在那个人低头熟 找朋友说了几句话 又送了点钱 总算是没出事 这个故事虽然以悲剧开头 好歹喜剧结尾 下一个故事 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 而是恐怖电影 这个故事是我十多年前读古书时看到的 一直到今天都没能忘记 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夜 四周无人 有四个人在密室或者是地下室里边交谈 大家伙的兴致很高 边喝边谈 慢慢的有一个人喝多了 接酒壮胆 这位胆大的人兄就开始骂魏忠贤 而且是越骂越起劲 然而奇怪的是 旁边的三个人竟然沉默不语了 一言不发 在密室里静静的听着他开骂 突然 门被人踢破了 几个人在夜色中就冲了进来 把那位骂人的兄弟抓走 却没有为难那三个旁听者 请注意这句话 把那位骂人的兄弟抓走 没有为难那三个旁听者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那天夜里 这几个人的门外 有人在耐心的倾听着里面的声音 他们不但听清了屋内的谈话 还分清了每个发言的人 以及他说话的内容 这倒没什么 当年朱崇八也干过这种事 最为可怕的是 这几个人只是小人物 不是大臣 不是权贵 只是小人物 深夜里 趴在不知名的小人物家门口 认真仔细的听着每一句话 随时准备破门而入 这叫什么 周立王的时候 但凡说他坏话的 都要被干掉 所以人们在路上遇到 只能使个眼色 不敢说话 识人称为暴政 然而魏公公说 外面大路上不说 在家说我坏话 就以为我不知道吗 幼稚 周立王实行政策后没几年 百姓们渐渐不满 没过几年 他就被赶到山里边去了 魏公公搞了几年 什么事都没有 阎松在的时候 阎党不可一世 也拿徐阶没办法 张居正在的时候 内有冯保 外有爪牙 依然有阎官跟他捣乱 魏公公当政时期 这个世界很清静 因为魏公公搞定了所有人 包括皇帝在内 除了皇帝 他可以干掉任何人 包括皇帝的儿子和老婆 事实上 他也搞到了皇帝的头上 对于天启皇帝 魏忠贤是很有好感的 这个人文化比他还低 干活比他还懒 业务比他还差 如此难得的废柴烂木头 哪去找去 所以魏忠贤认定 在自己的这块自留地上 只能有这根废柴 任何敢于长出来的野草 都必须连根铲除 所谓野草就是皇帝的儿子 天启皇帝虽然素质差点 但生儿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到天启六年 他已经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都没活下来 天启三年十月 皇后产下一子 早产夭折 十余天后 惠妃生下第二子 母子平安 皇帝大喜大赦天下 九个月后 皇子夭折 天启五年十月 荣妃生子 八个月后夭折 我相信 明代坐月子的水平 就算是比不上今天 也差不到哪去 搞出这么个百分百死亡率 要归功于魏忠贤同志的艰苦努力 比如第一个皇子 由于是皇后生的 大肚子是直接下手 似乎有点麻烦 但要等他生下来 估计更麻烦 经过反复的思考以后 魏忠贤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 除掉这个孩子 我确信 这个方法的专利不属于魏忠贤 多半是客室 因为只有女人才能想出 如此专业 如此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 按某些史料的说法 事情是这样的 皇后腰痛 要找人治 魏公公随即体贴的推荐了一个人 帮他按摩 这个人在按摩的时候 使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 伤了胎儿 并直接导致皇后早产 是名副其实的 无痛人流 如此杀人不见血之神功 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这一招数流传下来 无数的药厂医院 估计就要关门大吉了 这次人流手术 流的相当利索 传的也相当快 没过多久 宫廷内外都知道了 以至于杨连在写那封魏中贤二十四大罪时 把这条也给列了进去 但是皇帝不知道 估计就算是知道也不信 此后皇帝大人的两个儿子虽然平安出生 但几个月后就都去见列祖列宗了 可惜 关于这两起死亡事件 没有证据显示跟魏公公有关 充其量只是嫌疑犯 问题在于他是唯一的嫌疑犯 所以只能委屈他 反正他身上的烂账多了去了 也不在乎这两件 皇帝除了儿子外 连老婆也没能保住 比如说玉妃 原本很受皇帝宠信 但由于怀了孕 魏中贤决定整整他 联合客室把他发配到了冷宫 更恶劣的是 他还调走了玉妃身边的宫女 让他单独在宫里进行生存训练 连水都没给 最后终于饥渴而死 此外 惠妃 戎妃 甚至皇后 只要是皇帝宠信的 能生儿子的 全都挨过整 魏中贤的努力 终于换来了胜利的成果 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 虽然身心健康 竭尽全力 依然毫无收成 魏中贤的动机很简单 他并不想当皇帝 只是害怕生出了太子 长大后比他爹聪明 不受自己控制 那就不好混了 这个算盘没有大错 毕竟皇帝大人才二十二岁 还有很多的时间 再想个十几年的福 让他生儿子也不迟 现在 从大臣到太监 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即便是新皇帝 即位也是自己说了算 世间已经没有敌人了 天启六年 情况大抵如此 但是事实上 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 首先 皇帝大人 今年确实只有二十二岁 不过历史记载 他临终时也只有二十三岁 其次 魏公公是有敌人的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个敌人虽不起眼 却将置他于死地 我知道 所有的场景 荒唐的 奇异的 不可理解的 都逃不过上天的眼睛 六年前 他送来了一个女人 把魏忠贤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 创造了传奇 现在 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 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 承担这个任务的 也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张燕 就在六年前 当客室和魏忠贤打得火热 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十五岁的张燕进入了皇宫 作为河南选送的后非人选 受到了皇帝的召见 面试的结果十分之好 张燕年纪很小 却非常漂亮 皇帝很喜欢 并记下了他的名字 当客室见到他时 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 直觉告诉他 他所苦心经营的一切 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 于是他去向皇帝 执意反对 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 一贯 对客室言听计从的皇帝 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 无论客室 无论客室哭天抢地 都置若罔闻 非但如此 十几天后 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 史称宜安皇后 客室是个相当精明的人 他认为 这个女孩太过漂亮 会影响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但是他错了 这个女孩不但漂亮 而且精明 他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 还将夺走客室所有的一切 虽然张皇后才十五 但他的新智年龄 应该是五十多 自打入宫起 就开始跟客室干仗 且丝毫无惧 时常还要把魏公公拉进宫来 骂上几句 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 九千岁恨得是咬牙切齿 也没办法 到了天启三年 张皇后怀孕了 客室无计可施 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 这件事情让客室高兴了很久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 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 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 张皇后发誓 客室和魏忠贤必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双方矛盾的激化 由一本书开始 此后不久的一天 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 发现他正在看书 于是皇帝就发问 你在看什么书 赵高传 皇后这样回答 皇帝没有说话 他虽然不知道拖沓天王 却知道赵高 很快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 他十分愤怒 决定反击 魏忠贤十分的愤怒 决定反击 第二天 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 大惊失色 立即召集侍卫搜查 结果 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 此事非同巧可 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 进行严密审查 这是魏忠贤的诡计 他在宫中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 故意让皇帝发现 而这些刺客 必定会送到东厂审问 在东厂里 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 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 魏忠贤 魏忠贤想坑的人叫做张国记 张皇后的父亲 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 泰山也好岳父也罢 扯上这个罪名 上火星也跑不脱 不脱了 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 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 这个人表示 即使死 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 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善人 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 私礼间掌印太监王体前 他用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 皇上 凡事都不怎么管 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 你要是告状 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就没命了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 立刻就打消了主意 为了保密 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 皇后是干不倒了 那就一心一意跟着皇帝混吧 可是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 天启七年八月 天启皇帝 并威 并威自然不是由于勤于政务 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 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魏忠贤很伤心 真的很伤心 他很明白 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以后 那就难办了 拜自己所赐 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 所以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 而唯一的皇帝 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 天启的父亲明光宗 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 足足有七个 不过很可惜 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下两个 一个是天启皇帝朱尤孝 而另一个是信王朱尤俭 当时17岁 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真 对于朱尤俭 魏忠贤并不了解 但他明白 17岁的人 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废柴烂木头 要想控制 难度是很大的 废柴难得 所以当务之急 必须保住皇帝的命 他随即公告天下 为皇帝寻找名医偏方 兵部尚书或维华不负众望 仅用了两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 他说 用此药方由其死回生之效 出于好奇 我找到了这个药方 药名先方陵路尹 配方如下 优良小米少许 加入木桶蒸煮 木桶的底部漏空 安放银瓶一个 边煮边加水 煮好的米汁流入银瓶 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 直到银瓶满了为止 银瓶中的液体就是灵路 据说有长寿之功效 事实证明 灵路确实是有效果的 天启皇帝服用后感觉很好 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 病情加重吃不下去 其实对此药物我也有所了解 按以上配方及制作方法 该灵路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 米汤 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 即将歇菜的人 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 真是蠢到家了 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 然后依然头都不回的朝黄泉路上一路狂奔 拉都拉不住 痛定思痛 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 转向专业行当阴谋 当皇帝将死未死之时 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承秀 问他 大事可行否 狡猾透顶的崔承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 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 沉默 魏忠贤再问 崔承秀再沉默 直到魏大人生气了 他才发了句话 我 我怕有人闹事 直到现在 魏忠贤才明白 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 都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了 魏忠贤于是找到了客室 经过仔细的商议 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 进宫当宫女 等皇帝走人后 就搞个狸猫换太子 说是皇帝的一父子 反正宫里的事是他说了算 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为万无一失 他还找到了张皇后 托人告诉他 我找好了孕妇 等到那个谁死了 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 接着做皇帝 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 不用受累 这是文明的说法 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 比如公里的事我管 你要是不听话 皇帝死后怎么样 那就不好说了 皇后回答 如听从你的话 必死 不听你的话 也是必死 同样是死 还不如不听 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 说完 他就跑去找皇帝 报告此事 按照常理 这种事情 只要让皇帝知道了 那是必定完蛋的 然而当皇后 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 对他说出这件事时 皇帝陛下 却只说了三个字 我知道 魏忠贤 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 在发出威胁之前 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 本着对设计人民负责的态度 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 以保证后继有人 皇帝非常高兴 这很正常 皇帝大人智商本不好使 加上病得稀里糊涂 脑袋里也就只剩一团浆糊了 所以魏忠贤相信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和当年东陵党人一样的错误 低估女人 今天的张皇后 就是当年的客室 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不但有心眼 而且很有耐心 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 他终于让这个人相信 船尾给弟弟才是最好的选择 很快 住在信王府里的朱有俭得到消息 皇帝要召见他 在当时的朝廷里 朱有俭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朱有俭生于万历三十八年 自打出生以来一直是悄无声息 什么亭基案 红丸案 移工案 三党东林党六君子 通通的与他没有关系 朱有俭一直很低调 从来不发表意见 当然了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但是他是个明白人 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 照他进见是个什么意思 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 没有丝毫的磕头 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 说了这么样一句话 来 五帝 当为姚舜 姚舜是什么人 大家应该知道 朱有俭 惊呆了 像这种事 多少要开个会 大家探讨探讨 客套客套 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突然收这么大份理 怎么好意思呢 而且他一贯的知道 自己的这位哥哥比较迟钝 没准这是魏忠贤社的圈套 所以他随即做出了答复 臣死罪 意思是 我不敢答应 这一天是八月十一日 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 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眼前的这个人 但是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 他只知道 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 绝不能答应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 在这关键的时刻 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 打破了僵局 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 张皇后 对跪在地上的朱有俭说 事情紧急 不可推辞 朱有俭顿 顿时明白 这件事情是靠谱的 他马上就答应了 八月二十二日 足足玩了七年的木匠 朱有孝驾崩 年二十三 就在那一天 得知噩耗的魏忠贤 没有发丧 他封锁了消息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 在彻底 在彻底控制政局前 绝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 但就在那天 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盈 你进宫干什么 皇上驾崩了 你不知道 谁告诉你的 皇后 魏忠贤确信 女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刚刚驾崩 皇后就发布了一诏 召集英国公张维盈入宫 在朝廷里 唯一不怕魏忠贤的 也只有张维盈了 这位仁兄是世息公爵 无数人来了又走了 他还在那 张维盈接到的第一个使命 就是迎接信王即位 事已至此 魏忠贤明白 没法在张罗 宝宝秀海选了 十七岁的朱友简 好歹就是他了 他随即见风使舵 派出亲信太监 前去迎接 朱友简终于进宫了 战战兢兢的进来了 按照以往的程序 首先读遗诏 然后是劝禁三次 所谓劝禁 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 必须劝他当 之所以劝禁三次 是因为继任者 必须不愿当皇帝 必须劝三次才当 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 但是上千年流传下来的 就当图个乐吧 和无数先辈一样 朱友简苦苦推辞了三次 才勉为其难的答应做皇帝 接受了群臣的朝拜后 张皇后走到他的面前 在他的耳边 对他说了一句十分诚挚的话 不要吃宫里的东西 这就是新皇帝上任后 听到的第一句祝词 他会议的点了点头 事实上 张皇后有点起人忧天 因为新皇帝大人早有准备 他是有备而来的 照某些史料的说法 他登基的时候 随身带着干粮 就是大饼 就藏在了袖子里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朱友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 在登基前 他收到了一份文书 上面有四个你好的年号 供他选择 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 就好比开店 得取个好名字 才好往下干 所以选择的时候 必须谦虚谨慎 第一个年号是 星福 朱友简说不好 第二个 是贤家 朱友简也说不好 第三个是前圣 朱友简还说不好 最后一个是崇祯 朱友简说 就这个吧 自1368年 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以来 明朝这家公司 已经开了259年 换过十几个店名 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 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 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 崇祯没有睡着 他点着蜡烛 做了整整一夜 不是因为兴奋 而是恐惧 极度的恐惧 因为他很清楚 在这座宫里 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 他随时都可能被人干掉 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 都可能是谋杀者 他不认识任何人 也不了解任何人 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 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于是那天夜里 他坐在烛火旁 想出了一个办法 度过这惊险的一夜 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 对他说 你等一等 太监停住了 崇祯顺手 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 说道 好剑 让我看看 但是他并没有看 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 并当即宣布 奖赏这名太监 太监很高兴 也很纳闷 然后他听到了一个 让他更纳闷的命令 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 到这里来 当所有的人来到宫中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韭菜 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 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 皇帝请吃饭 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 第一天度过了 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 崇祯静静的等待着 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 但事实上 魏忠贤不想杀掉崇祯 他只想控制这个人 而要控制他 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 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 就怕你没有爱好 魏忠贤相信 崇祯是人 只要是人 就有弱点 几天后 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礼物是四个女人 确切的说 是四个漂亮的女人 男人的弱点 往往是女人 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 这个理论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对皇帝 那就要打折扣了 毕竟皇帝大人 君临天下 要什么女人都行 送给他还未必肯要呢 对此 魏忠贤是相当孰安 所以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 还附送了副产品 迷魂香 所谓迷魂香 是香料的一种 就此而言 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 管送货还管售后服务 但是他万万想不到 这一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 毫无市场效果 据内线报告 崇祯压根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 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 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 在许多的史书中 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 很勤奋很努力 就是人比较傻 死干死干亡死了干干死也白干 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用心险恶的说法 真正的崇祯是这样的人 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 其实魏中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 天启执政的时候 崇祯对他很客气 见面就喊畅功 称兄道弟相当激动 魏中贤觉得这个人相当够意思 经过长期的观察 魏中贤发现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 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 完全搞不清朝廷的状况 这样的一个人做了皇帝 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然而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 告诉魏中贤 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他决定使用一个方法 九月初一 魏中贤突然上书 提出自己年老体弱 希望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 回家养老 先皇帝已死 靠山没了 主动提出辞职 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 就在当天 崇祯亲自召见了他 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 他对魏中贤说 天启皇帝在临死前 曾对自己交代一言 要想江山稳固 长治久安 我们必须信任两个人 一个是张皇后 另一个就是魏中贤 崇祯说 这句话 我从来不曾忘记过 所以魏公公的辞呈 我绝不接受 魏中贤非常感动 他没有想到崇祯竟然如此坦诚 如此和善 如此靠谱 魏中贤非常感动 他没有想到崇祯竟然如此的坦诚 如此的和善 如此的靠谱 就在那天 魏中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 既然崇祯是一个听招呼的人 就没必要撕破脸 崇祯没有撒谎 天启确实对他说过那句话 他也确实没有忘记 只是每当他想起这句话的时候 都禁不住的冷笑 天启认为崇祯是他的弟弟 一个听话的弟弟 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 一个白痴的哥哥 虽然比天启小六岁 但从个性到智商 崇祯都要高出一截 魏中贤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很清楚的 而他对魏公公的情感 也是很明确的 干掉这个死人妖 把他千刀万剐 绝坟刨尸 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 要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 崇祯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 没有治国的能力 没有艰辛的努力 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 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 魏公公 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 有先皇帝罩着 谁也动不了他 现在皇帝换人了 没人再管这条狗 却依然动不了他 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 崇祯很精明 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 除自己外 魏公公搞定朝廷里所有的人 从大臣到侍卫 都是他的爪牙 自己的身边没有盟友 没有亲信 没有人可以信任 他将独自面对狼群 如果贸然动手 被撕成碎片的只有他自己 所以要对付这个人 必须得有点耐心 不用着急 游戏才刚刚开始 魏忠贤开始相信 崇祯是他的新朋友 于是在九月初三 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 这个人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克氏 他不能不辞职 因为他的工作是奶妈 这份工作相当辛苦 从万历年间开始 历经三朝 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 他都是奶妈 现在魏奶的对象死了 想当奶妈也没辙了 当然他不想走 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 更何况魏拼头已经看过路了 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 一天后 他得到了答复 同意 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 既然不同意我辞职 为什么同意克氏呢 崇祯的理由很无辜 克氏是先皇的奶妈 现在先皇死了 我也用不着 应该回去了吧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 前任刚死就去赶人 但是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我也没办法呀 于是在宫里混了二十多年的克大妈 终于走到了终点 他穿着丧服 离开了皇宫 走的时候还烧掉了一些东西 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胎发 手脚指甲等一事留念 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 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 他开始怀疑 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正逐渐将自己推入深渊 还不完 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 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 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 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 第二天九月初四 司理间掌印太监王体前提出辞职 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智力竞赛题目 客室被赶走可能是误会 毕竟他没有理由留下来 又是自己提出来的 而王体前是魏忠贤的死党 对于这点魏忠贤知道 崇祯也知道 换句话说 如果崇祯同意王体前辞职 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那个时候他将毫不犹豫的采取行动 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 拒绝 崇祯当即婉拒了王体前的辞职申请 表示朝廷众臣不能够随意退休 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 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 这一天是天启七年九月初七 两个月后是十一月初七 在一个离京城不远的地点 北直立合坚府复城县 那天深夜 一间阴森的小屋里 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 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 是的 致命的错误就是由于这个判断 王体前没有退休 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一件好事 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 事情发展的越发扑朔迷离 九月十五日 皇帝突然下发旨意 奖赏太监 这些太监大都是燕党成员 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在第二天 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都查院又复都御使 杨索修上书弹劾 杨索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 而是兵部上书崔承秀 太普次少卿陈殷 严随巡抚诸同盟 公部上书李仰德 这四个人的唯一共同点 都是燕党都是骨干都很无耻 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 无恶不作 把柄满街都是 杨索修却分毫没有提及 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 不孝 经杨索修考证 这四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 但都为回家守孝 全部夺情了 不合孝道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当年的张居正 就被这件事情搞得半死不活 拿出来整这四号小鱼小虾 很有意思 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他的心腹 特别是崔承秀 是他的头号死党 很明显 毛头是对着他来的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自从杨连左光斗死后 朝廷就没人敢骂阉党 杨索修跟自己并无过节 现在突然跳出来 必定有人主使 而敢于主使者 只有一个人选 皇帝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 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 一天后 皇帝做出了批复 痛斥杨索修 说他是率性轻敌 意思就是说 你随便乱骂人 没有口德 经过这一件事 魏忠贤发现 杨索修上书 很可能并非皇帝指使 从皇帝的表现来看 似乎事前也不知道 总之 这只是个偶发事件 但当事人 还是比较机灵的 被弹劾的当天 崔承秀等人就提出了辞职 表示自己 确实违反了有关规定 崇祯安慰了大家一番后 同意几个人回家 出人意料的是 他坚决留下了一个人 崔承秀 事情解决了 几天后 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 变得十分诡异 9月24日 国子监副校长 朱三俊突然发难 弹劾自己的学生 国子监监生陆万林 这位陆万林 之前曾经介绍过 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 什么在国子监里 见生辞 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 屁话都是他说的 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 被弹劾并不是怪事 奇怪的是 弹劾的奏书刚送上去就批了 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 魏忠贤得到消息极为惊恐 毕竟 陆万林算是他的粉丝 但他到底是老江湖 当即进攻 对皇帝表示 陆万林是个败类 应该依法处理 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 夸奖了他两句 表示此事到此为止 处理完这件事后 魏忠贤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家 他并不知道 这只是个开头 第二天 九月二十五日 他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他的铁杆 江西巡抚 杨邦县向皇上上书 夸奖魏忠贤 并且殷切期望 能为魏公公再修做祠堂 魏忠贤都快崩溃了 这是什么时候 老子都快完蛋了 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 他立即向皇上上书 说修生词是不对的 自己是反对的 希望一律停止 皇帝的态度出人意料 崇祯表示 如果没修的就不修了 但已经批准的不修也不好 还是接着修吧 没事儿 魏忠贤并不幼稚 他很清楚 这不过是皇帝的权宜之计 故作姿态而已 不过接下来皇帝的一系列行动 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 几天后 崇祯下令 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 免死铁券 免死铁券这件东西 之前我是介绍过的 用法很简单 不管犯了多大的罪 通通的免死 但有一点我忘了讲 有一种罪状 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 谋逆 没等魏忠贤上门感谢 崇祯又下令了 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十月初 半个多月里 他封赏了无数人 不是升官 就是封殷职给儿子的 受赏者全部都是燕党 从魏忠贤到崔承秀 连已经死掉的老燕党魏广威都没放过 人死了那就追刃 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 魏忠贤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 他确信崇祯是一个好人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考察 魏忠贤判定崇祯不喜欢自己 但也没办法控制局势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只要自己老老实实 不碍事不挡路 崇祯没必要跟自己玩命 这个推理比较合理却不正确 如魏忠贤之前所料 崇祯是有弱点的 他确实有一样十分可求的东西 不是女人而是权力 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 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 必须除掉魏忠贤 青蛙遇到热水会很快的跳出去 所以煮熟他的最好方法是用温水 杨索修的弹劾以及国子间副校长的弹劾 并不是崇祯安排的 在他的剧本里 只有封赏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 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 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你来我往 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 至少看上去是如此 在这片寂静中 崇祯准备着进攻 几天后记忆已经被打破了 打破他的人不是崇祯 立刻都几世中 陈尔义突然上书 大骂杨索修 公然为崔承修辩护 而且还上纲上线 说这是东林余党干的 希望皇帝严查 和杨索修的上书一样 此时上书开骂者 必定有幕后黑手的指使 和上回一样 敢于主使者 只有一个人选 魏忠贤 也和上次一样 真正的主使者 并不是魏忠贤 杨索修上书弹劾的时候 崇祯很惊讶 陈尔义上书反击的时候 魏忠贤也很惊讶 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 作为一个政治新手 崇祯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 几十年的老江湖魏公公 被他耍的是团团转 但崇祯并不知道 在这场游戏中被耍的人 还包括他自己 看上去 事情是这样的 杨索修在崇祯的指使下 借攻击崇祯来弹劾魏忠贤 而陈尔义受魏忠贤的指派 为崇祯辩护发动反击 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想象中复杂的多 杨索修和陈尔义上书开战 确实是有幕后黑手的 但既不是魏忠贤也不是崇祯 杨索修的指使者叫陈尔义 而陈尔义的指使者叫杨索修 如果你不明白 我们可以从头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圈套 轨迹是这么样开始的 有一天 又附都御使杨索修 经过对时局的分析 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 崇祯必定会除掉燕党 他看透了崇祯的伪装 决定早做打算 顺便说一句 他并不是东林党而是燕党 但并非骨干 为了及早解脱自己 他找到了当年的同事 立刻几世中陈尔义 两人商议的结果是 由杨索修出面 弹劾崔承秀 这是条极端狡诈的计谋 是人类智商极致的体现 弹劾崔承秀 可以给崇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认定自己不是燕党 即使将来秋后算账 也绝轮不到自己的头上 既然认定崇祯要除掉燕党 要提前立功 为什么不干脆弹劾魏忠贤呢 原因很简单 崔承秀是燕党的重要人物 攻击他可以赢得崇祯的信任 也不会太得罪魏忠贤 还能把燕党以往的所有黑锅 都让他背上 精彩 真是精彩 为了大家 崔先生 你呀就背了这个锅吧 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 几乎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 几乎得到 哎 就是没有得到 因为计划的进行过程中 出现了披露 他们忽略了一个人 崔承秀 杨索修 陈尔义 千算万算 却算漏了崔承秀本人 能成为燕党的头号人物 崔大人绝非善类 这把戏能骗过魏忠贤 却骗不了崔承秀 弹劾发生的当天 他就看穿了这个轨迹 他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 但是他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十分从容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派人找到了杨索修 大骂了对方一顿 最后说 如果你不尽快了结此事 就派人查你 大家伙同坐一条船 谁的屁股也不干净 敢玩阴的 大家就一起完蛋 这句话是相当的有效 杨索修当即表示 愿意再次上书 为崔承秀辩解 问题是 他已经骂过崔承秀了 再上书辩护实在有点婊子的感觉 所以这个当婊子的任务 就交给了陈尔义 陈尔义的问题是 原先把崔承秀推出来 就是让他背锅的 现在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 就必须填个人进去 杨索修不行 魏忠贤不行 崇祯更不行 实在是很难办 但是陈尔义不愧是老牌几十钟 活人找不到 找到了死人 他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了所谓东林余孽的身上 如此一来 杨索修是无知的 崔承秀是无辜的 世界又和平了 刀腾来又刀腾去 崔承秀没错 杨索修没错 陈尔义当然也没错 所有的错误 都是东林党搞的 就这样 球踢到了崇祯的身边 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 面对陈尔义的奏书 他只说了几句话 就把球踢到了天上 大臣之间的问题 先帝就是指天气 大臣之间的问题 先帝已经搞清楚了 我刚上台 这些事情不太清楚 也不打算深究 你们不许多事 结果非常圆满 崔承秀同志洗清了嫌疑 杨索修和陈尔义 虽说没有收获 虽说没有收获 也没有损失 完美落幕 但是事情的发展 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十月十三日 《云南道御史》 杨维源上书 弹劾崔承秀 贪拳弄私 十恶不赦 在这封奏书中 杨维源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 他愤怒的痛斥烟党 谴责了崔承秀的恶行 杨维源也是烟党 说起来大家的智商都不低 杨索修的创意不但属于他 也属于无数无耻的烟党同人们 反正干了也没损失 不干白不干白干 谁还不干呢 刑事非常明显 崔承秀已成为众矢之地 对于励志搞掉烟党的崇真而言 这是最好的机会 但是崇真没有动手 他不但没有动手 还骂了杨维源 说他轻率发言 事实上 他确实不打算动手 崇真虽然明知现在解决崔承秀 不但轻而易举 还能有效打击烟党 但是他就是不动手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 在杨维源的这封奏书背后 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快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 几天后 杨维源再次上书 弹劾崔承秀 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 皇帝都发了话 依然豁出去硬干 行动极其反常 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书里 在这封奏书中 他不但攻击崔承秀 还捧了一个人 魏忠贤 照他的说法 长期以来 崔承秀没给魏忠贤帮忙 淨添乱 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 崇真的判断很正确 在杨维源的背后 是魏忠贤的身影 从杨所修的事情中 魏忠贤得到了启示 全身而退绝无可能 要想平安过关 必须给崇真一个交代 所以魏忠贤指使杨维源上书 把责任推给崔承秀 虽然一直以来 崔承秀都帮了很多的忙 还是他的干儿子 没办法 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 儿子你那就算了吧 崇真是不会上当的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不需要俘虏 也不接受投降 真正的机会到来了 10月22日 公部主事 陆承源上书 弹劾崔承秀 以及魏忠贤 崇真决定 开始行动 因为他知道 这个叫陆承源的人 并不是烟党分子 此人位置很小 但是名气很大 具体表现为 东林党当政不理东林党 烟党上台不理烟党 是公认的混不练 软硬都不吃 他老人家动手 那就是要真的玩命了 接下来的是例行程序 崇真照例批评了陆承源 崔承秀照例提出了辞职 然后崇真批准了 勒令崔承秀 立即滚蛋回家 崔承秀 哭了 这下终于完蛋了 魏忠贤笑了 这下终于可以过关了 丢了个儿子 保住了命 这笔交易相当划算 但是很快 魏忠贤就知道自己错了 十月二十四日 兵部主事前元雀上书 痛斥崔承秀 说崔承秀 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 就是因为魏忠贤 然后他又开始痛斥魏忠贤 说魏忠贤竟然还能在朝廷里混这么久 就是因为皇帝 不知前主事是否过于激动 竟然还捎带了皇帝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 皇帝竟然全无反应 十月二十五日 刑部员外郎史公圣上书 再次弹劾魏忠贤 在这封奏书里 他痛责魏忠贤 为表达自己的愤怒 还用上了排笔句 魏忠贤终于明白 自己上当了 然而为时已晚 说到底 还是读书太少 魏文盲并不清楚 朝廷斗争 从来只有单向选择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天启皇帝死的那天 他的人生就只剩下一个选择 谋逆 他曾胜券在握 只要趁崇祯立足慰稳 及早动手 一切将尽在掌握 然而 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 自己将继承兄长的遗愿 重用他信任他 明天的太阳照常会升起来 于是他就相信了 所以他完蛋了 现在反击已不可能 从他抛弃崔承秀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 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 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 燕党就此土崩瓦解 他的党羽纷纷辞职 干儿子干孙子跟他划清了界限 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 反省自己痛骂魏公公 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风暴雨 魏忠贤决定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 这一招当年他曾经用过效果非常好 这招的名字叫做哭 魏忠贤来到了崇祯的面前 嚎啕大哭是失声痛哭 哭得死去活来 在那儿使劲得好 崇祯开始啊还安慰他几句 等魏公公哭到凄惨悲凉不能自拔处 就不断叹气 眼见哭入佳境效果明显 魏公公收起了眼泪撤活了 哭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 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 当年颜松就凭这一招哭倒了下颜 最后将其半挺 魏公公也曾凭这一招扭转了局势干掉了阳连 魏公公相信凭借自己生情并茂的表演 一定能够感动崇祯 崇祯确实很感动很激动 他没有想到啊 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 都六十的人了几乎毫无廉耻 眼泪鼻涕说下就下 不要脸真不要脸 到现在朝廷内外 就算是扫地的老头都知道崇祯要动手了 但是崇祯就不动手 他还在等一样东西 其实啊 这个朝廷斗争就跟那个街头大家斗殴差不多 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 拿砖头硬干是不能的 手持西瓜刀杀入敌阵也是不行的 必须遵守其自身规律 在开打之前 哎 要先呢放点风声 讲明了老子是哪帮哪派 要修理谁 能争取的就争取 不能争取的死磕 然后才能动手 崇祯放出了风声 他在等待群臣的响应 可是群臣不响应 截至十月底 敢公开上书 弹劾魏忠贤的人 只有两三个 这一事实说明 经过魏公共几年来的言传身教春风话雨 大多数的人已经是没肿了 没办法啊 这年头混饭吃不易 等形势明朗点 我们一定出来落井下石 崇祯终究等来了一个有肿的人 十月二十五日 一位国子间的学生 对他的同学说了这么一句话 虎狼在前 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 我虽一切平民愿与之决死 虽死无憾 第二天 国子间奸生前家征上书弹劾魏忠贤十大罪 前家征虽然只是个学生 但文笔相当不错 内容极狠态度极硬 把魏忠贤骂得是狗血淋头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魏忠贤得到了消息 十分的惊慌 立即进宫面见崇祯 很遗憾 他呀没有玩出什么新的创意 还是那老一套 进去就哭哭得痛不欲生 感觉差不多了 就收了工 准备回家 可就在这个时候 崇祯把他给叫住了 等一等 崇祯找来一个太监 交给他一份文书说 你给魏爱卿读一读 就这样 魏忠贤亲耳听到了这封要命的文书 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魏忠贤痛苦的抬起头 看到了一双冷酷的眼睛和嘲弄的眼神 那一刻 他的威信自信以及抵抗的决心 终于彻底崩溃 精神近乎失常的魏忠贤离开了宫殿 他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 在那里还有一个人能挽救所有的一切 魏忠贤去找的人叫做徐英元 徐英元的身份是太监 不同的是 十几年前他就一直是崇祯的太监 事到如今只能够去求他了 徐英元是很够意思的 客气的接待了魏忠贤 并给他指出了一条明路 立即辞职退休回家 可以保全身家性命 魏忠贤思前想后 认了 立即回家找人写辞职信 当然临走前他也没有忘记感谢徐英元对他的帮助 徐英元之所以帮助魏忠贤 是想让他死得更快 和魏忠贤一样 大多数太监的习惯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 崇祯一直都希望魏忠贤能自动走人 真心实意的 毕竟燕党根基太深 这样最省事 在徐英元的帮助下 第二天魏忠贤提出辞职了 这次他是真的很真诚 同日崇祯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 一代巨奸就此落马 落马的那天魏忠贤很高兴 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斗争 无论如何崇祯都不会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一年前东林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应该说退下来以后魏忠贤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混了这么多年 有钱有房有车啥都不缺了 特别是他家的房子 就在现在北京的东厂胡同 二环一里黄金地段交通便利 我呢常到附近的社科院近代史所开会 曾经去他家看过 园林甲山深宅大院上千平米啊相当的气派 但据说这只是当年他家的一个角落 最多也就只有六分之一 从河北许宁的一个小流氓混到了这个份上 也就差不多了 好歹还有个流经指标 但是这个指标的有效期也只有三天了 十一月一日崇祯下令 魏忠贤劳苦功高 另有重用即日出发去凤阳刊坟 得到消息的魏忠贤非常沮丧 他不知道崇祯也很沮丧 崇祯是想干掉魏忠贤的 但无论如何说 魏公公总算是三朝老奸 老太监 前任皇帝刚死了两个月就干掉他 实在是不好意思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改变了崇祯的决定 当他宣布赶走魏忠贤的时候 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反对他的决定 这个人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也许是收了钱 也许是说了情 徐英元站出来了 公然为魏忠贤辩护 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 面对这个伺候了自己 十几年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 崇祯毫不犹豫的做出了抉择 奴才敢与奸臣相通 打一百棍发南京 太监不是人哪 顺便说一句 在明代奴才是朝廷对大多数太监的专用灭称 而到了清代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 这关系不好的还不能叫 只能称臣 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也 这件事情让崇祯意识到 魏忠贤是不会消停的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 使他明白魏忠贤是非杀不可的 确定无法挽回局面 魏公公准备上路了 足足准备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面 他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打包 既然荣华与我如浮云 那就只能要富贵了 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 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 清出整四十大车行李 然后光荣上路 前呼后拥 随行的还有一千名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 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大难临头竟然还如此的嚣张 真是活腻了 魏忠贤没有活腻 他活不到九千九百岁 一百岁那还是要追求的 事实上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是他最后的轨迹 这个轨迹的来由是历史 历史告诉我们 战国的时候秦军大将王俭出兵时 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 要官要钱是贪得无厌 有人问他 他说我现在军权在手 只有这样才能让秦王放心 此后这一招被包括萧和在内的广大人人之士 都是实相点的使用过 魏忠贤用这招 说明他虽然不识字 却还是懂得点历史的 可惜是略懂 魏公公的用意是 自己已经无权无事 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 这么大排场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 俺不争了 打算好好过日子了 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 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 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 王俭的招数能够奏效 是因为他手中有权 换句话说 他的行动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 我只要钱要官 帮你打江山 绝不动你的拳 此时的魏忠贤呢 已经是无权无官 凭什么与皇帝签合同 所以崇祯很愤怒 他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 他的钱还有他的命 魏忠贤没有这个觉悟 他得意洋洋的出发了 但聪明人还是有的 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珍就曾经对他说过 低调 低调点好 魏忠贤回答 若要杀我 何许今日 今日之前还无需杀你 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 崇祯船至兵部 发出了逮捕令 这一天是十一月六日 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直立和监府复城县 护卫护护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几天来 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 他的亲信 包括五虎 五虎五标 纷纷落马 老朋友王体前退了 连费尽心思 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英元也被发配去守陵 翻身已经没有指望 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 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 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了 威严的九千九百岁大人 当场就晕过去了 追上来 然后呢 逮捕入狱 定罪 斩首 还是挨挂 哎 天色已晚 无论如何 先找个地方住吧 活过今天再说 魏忠贤就进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 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 富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 上千人一拥而入 挤满了所有的客店 当然 魏忠贤住的客店是其中最好的 为保证九千岁的人有地方住 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 虽然天气很冷 但这无关紧要 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 在这些人中 有个姓白的书生来自京城 一会咱们会提到他 所谓最好的客店 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 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 十一月的天气非常的冷 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 发出凄冷的呼啸声 在黑暗和寒冷中 伟大的无与伦比的 不可一世的九千九百岁 全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 回忆着过往的一切 龙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 文盲 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 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 朝廷的掌控者 无数孙子的爷爷 生辞的主人 堪与孔子相比的圣人 到如今 只剩破屋冷床 孤身一人 荒谬 究竟是自己还是这个世界 四十年间 不过一场梦幻 不如死了吧 此时 窗外 站立着那名姓白的书生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 没有月光 在黑暗和风声中 书声开始吟唱 在史料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桂枝儿》 但是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 《五经断魂曲》 《五经断魂曲》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 没有月光 在黑暗和风声中 书声开始吟唱 在史料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桂枝儿》 但是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 《五经断魂曲》 这首曲子分为了五段 从《一经》唱到《五经》 很可惜 我呢没有这个曲谱 所以呢不能给您唱 那么我呢 用说快板的这个形式 给您表示一下这个意思 您呢听听大概就行了 《一经》 一经 troll起 听初经 古正鸣是心而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好 浸阳高珍美酒 先歌过早 AG如金寄寥荒店里 只好罪村劳 又怕酒淡愁浓也 怎把愁肠扫 二经 凄凉 二经时辗转愁 梦而难救 想当初睡牙床 锦绣亲愁 到如今芦苇为 土为炕是寒风入有 避川寒月冷 眼前夜折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 重启绕房走 三井飘零 夜江中古咚咚 惊罗三下 梦才成又惊绝无限节呀 想当初 世清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 宰相为司牙 如今逝去石衰也 灵落如飘草 四经无望 城楼上敲四股 星移都转 思量起当日里 芒郁朝天 如今别龙楼 瓷缝阁七七孤管 鸡胖 鸡胜毛店里 月影草桥烟 整个木段长途也 一望一回远 五经荒凉 闹嚷嚷 人催起 五经天气 正寒冬 风凛冽 双服征一 更何人笑殷勤 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 吆喝的是麻丝声 此这般荒凉也 真个不如死 五经已到 曲终 混沌 多年后 史学家纪六奇 在他的书中 记下了这个夜晚 发生的一切 但这一段 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 是有争议的 就史学研究而言 如此诡异的景象 实在不像历史 但是我相信 在那个夜晚 我们所知的一切 是真实的 因为历史 除了郑金威 做一丝不苟外 有时候 也喜欢开开玩笑 算算总账 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 据说 是何坚府的秀才 之前魏徒嘴痛快 说了魏忠贤 几句坏话 被人告发 前途尽末 于是编曲一首 等候于此 不计旧恶 帮魏公公送终 但是在那天夜里 魏忠贤听到的 不是这首曲子 而是他的一声 想当初开夜宴 何等奢好 想当初是清朝 谁人不敬 如今 寄寥荒殿里 只好醉村牢 如今逝去石衰也 灵落如飘草 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 当无赖的时候 他强迫母亲改嫁 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当太监的时候 他抢夺朋友的情人 出卖自己的恩人 九千九百岁的时候 他泯灭了一切人性 把铁钉 钉入杨帘的脑门 把东林党赶尽杀绝 他没有信仰 没有畏惧 没有顾忌 然而天道是存在的 四十年后 他把魏忠贤送到了 傅城县的这一所破屋里 这个地方距离魏公公的老家 许宁只有几十里 现在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我认为 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腾 因为得到后再失去 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 魏公公费尽了心力 在成功的路上一路狂奔 最终却发现 是他娘的折返跑 又回来了 似这般荒凉野 真个不如死 真个不如死 那 那就死了吧 魏忠贤 找到了条布袋 搭在了房梁上 自己的脖子 伸了进去 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天道有偿 或因人事而迟 染终不悟 魏忠贤的心腹 李朝钦 梦中醒来 发现魏忠贤已死 绝望之中 跟随他 自意而亡 在魏忠贤的一千多陪同人员 几千朝廷死党里 他是唯一陪死的人 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后 一千多名护卫 马上行动起来 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 四散奔逃而去 魏公公死了 但是这场大戏 才刚刚开始 别看今天闹得欢 当心将来拉清单 这是小兵张嘎里面的一句话 清单上的第一个人 自然是克氏 虽然他已经离宫 但崇祯下令 把他又给拎了进来 进来后 先生 克氏为人极其阴毒 又以耍坡文明 问什么都骂回去 于是 换人审问 换谁 换了个太监 而且和魏忠贤有仇 估计啊 这是专门找来的 由于太监不算男人 加上没有文化 二话不说 就往死里蒙打 克氏 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软货 一打就服 害死后妃 让皇后流产 找孕妇入宫冒充皇子 出主意害人等等 统统的交代 只求别再打了 那位太监 那位太监 似乎心里啊 有点问题 坦白交代 还打 直到克氏 奄奄一息 才罢休 口供报上来 崇祯十分震惊 下令将克氏 送往换衣局 做苦工 当然了 这只是个说法 克氏 刚进换衣局 还没分配工作呢 就被乱棍打死 跟那位被他关入冷宫 活活渴死的后妃相比 他的这种死法 没准还算痛快点 克氏死后 他的儿子被处斩 全家被发配 按身份牌 下一个应该是崔承秀 这位兄弟 实在是太过自觉 自觉到死得比魏公公还要早 得知魏忠贤 被赶出京城的消息后 崔承秀下令 准备一桌韭菜开饭 吃饭的方式很特别 和魏小宝一样 他把自己大小老婆都拉出来 搞了个聚餐 还摆上了多年来 四处搜刮的古玩财宝 然后呢 一边吃 一边拿起他的瓶瓶罐罐 可都是古董啊 砸 吃一口砸一个 吃完砸完就开始哭 哭好了 就上吊 按照日期推算 这一天 魏忠贤正在前往 富城县的路上 兄弟 我先走一步了 消息传到了京城 崇真非常的气愤 老子没让你死 你就敢死 随即批示 虽死尚有余辜 论罪 经过刑部商议 崔承秀应该斩首 人已经死了 不要紧 有办法 于是刚死不久的崔承秀 又被挖了出来 斩首示众 怎么杀的是个能力问题 杀不杀是个态度问题 接下来就是抄假 无恶不作的崔承秀 终于为人民做了件 有意义的事 由于他多年来 勤奋的贪污受贿 存了很多钱 除动产外 还有不动产 光房子就有几千件 等同于替国家攒钱 免去了政府的很多麻烦 省得费人费力 再去征税 作为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 崔承秀受到了高标准的待遇 以此为基准 一号魏忠贤和二号客室 待遇标准应参照处理 因此 魏忠贤和客室又被翻了出来 客室的尸体 斩首 所谓死无全尸 魏忠贤呢 惨点 按照崇祯的处理意见 挖出来后 割了 死后凌迟 割了几千刀 这件事情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 最多也就是魏公公进了地府 小鬼认不出他 但是教育意义是巨大的 在残缺的尸体面前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最邪恶的政治团体 阎党终于彻底崩盘 接下来的场景是可以作为喜剧素材的 魏忠贤得势的时候 无数人前来投奔 上至六部上书 大学士 下到地方知府知县 能拉上关系就千恩万谢 现在呢 眼下是没办法 能撤就撤 不能撤就推 比如 纪辽总督 严明泰 有一项绝技 修生词 据我统计 他修的生词 有十余个 遍布京城一带 有的还修到了关外 估计是打算让皇太极 也照耀一下魏公公的伟大光辉 凭借此绝活 当年很是风光 现在可就麻烦了 追查阉党 头一个就查生词 谁让修的 谁出的钱 生词的石碑上都刻着 跑都跑不掉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严总督上书 进行了耐心的说明 虽说生词很多 但还是可以解释的 如保定的生词 是顺天巡抚 刘兆修的 通州的生词 是御史 梁梦还修的 这些人 都是我的下级 作为上级领导 责任是有的 监督不够 是有的 检讨是可以的 撤职坐牢 是不可以的 但最逗的 还是那位 国子监的 陆万龄同学 本来是一穷孩子 卖力捧 魏公公 希望能够 混碗饭吃 当年也是风光一时 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 都争相支持他 陆先生本人 也颇为得意 然而学校领导 毕竟水平高 魏公公刚走 就翻脸了 立马上书 表示 国子监本来 与魏忠贤是势不两立 除了陆万龄这种败类 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 我们把它立即开出出校 据统计 自天启七年十一月 自次年二月 几个月里 朝廷的公文数量 增加了数倍 各地奏书是纷至踏来 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 这些奏书字迹相当工程 包装相当精美 内容相当扯淡 上来就痛骂魏忠贤 痛骂燕党 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 无耻行径 最后总结 他们的行为 让我很愤怒 跟我不相干 心中千言万语 划为一句话 我不是燕党皇帝大人 您就把我们当个屁 放了吧 效果很明显 魏忠贤倒台一个月里 崇祯毫无动静 除客室催成秀外 大家都过得还不错 事实上 当时的朝廷 大学士六部上书 督察院 乃至全国各地地方机构 都由燕党掌握 所谓法不择众 大家都有份 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 把我们都抓了 找谁帮你干活 所以啊 在燕党们看来 该怎么干 还怎么干 该怎么活 还怎么活 这个看法 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 而崇祯属于少数 一直以来 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 比较简单 就四个字 斩草 除根 所谓法不择众 在他那儿 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他的祖宗 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 比如说朱元璋 胡维庸案件 报上来同党一万人 杀 两万人 杀杀 三万人 杀杀杀 无非多说几个杀字 不费劲 时代进步了 社会文明了 道理还一样 六部尚书是阉党 就撤尚书 侍郎是阉党 就撤侍郎 朝廷一半人是阉党 就撤一半 全市就全撤 大明没了你们就不赚吗 这年头 看门的狗难找 想当官的人 有的是 谁怕谁呀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尚书奏书 内容雷同 但崇祯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他不但看了 而且还都保存了下来 很简单 真没事的人 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 原本找不找阉党 照着揍书抓人 贼准 十一月底 准备工作就绪 正式动手 最先处理的是 魏忠贤的家属 比如他侄子魏良清 屁都不懂的 蠢人 也封到公爵了 宁国公 还有客室的儿子侯国兴 锦衣卫都指挥士 通通拉出去 剁了 接下来 是他的亲信太监 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 且狼狈为奸 算半个亲戚 优先处理 这拨人 总共有四个 分别是 斯里坚 掌印太监 王体前 丙比太监 黎永珍 李朝钦 刘若瑜 作为头等罪犯 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 可是到最后 却只死了两个 杀了一个 第一个死的 是李朝钦 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 并非他杀 算是自杀 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珍 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 早在九月底 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 他就秀出了风声 连班都不上 开始在家里面修碉堡 把这个院子封得是严严实实 只留小洞送饭 每天窝在里边 打死也不出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李永珍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 到了十月底 他听说魏忠贤平安走人了 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 出来放风 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 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 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 于是他使出了绝招 行贿 当然了 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 他拿出十余万两银子 以当时的市价和人民币 六千万至八千万 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 包括徐英元和王提前 这两个人都收了 不久后 他得到个消息 徐英元被崇祯免了 而王提前把他给卖了 在名列死亡名单的 这四位死太监中 最神秘的莫过于王提前了 这个人是魏忠贤的铁杆 害死王安 迫害东林党 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是燕党的首脑人物 但是奇怪的是 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 燕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 却惊奇地发现 以他的封功劣迹 竟然只排七等 这个燕党啊 共分八等 他只排在第七等 罪名是什么呢 产妇拥戴 连罚款都没交 就给放了 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英元 光说了几句话 定罪比他还高 五等 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 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王提前判变了 据史料分析 王提前可能很早就起义了 所以一直以来 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 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 当了这么久的卧底 也该歇歇了 所以 李永贞的钱 他照单收下 小报告是照打不误 第二天 就汇报给了崇祯 李永贞得知后 决定逃跑 跑吧 大明天下 你还能跑非洲去不成 十几天后 他被抓捕归案 进了耗子 李太监还不安分 打算自杀 他很有勇气的自杀了四次 却很蹊跷的四次都没死成 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 一刀了断 名单上最后一位 就是刘若瑜了 这位仁兄 应该是最有死相的 早年加入燕党 一直是心腹 坏事全干过 不是崇祯的卧底 坦白交代 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 一丁点都没有 不死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没死 因为刘若瑜 虽然最大恶极 但这个人有个特点 能写 在此之前 燕党的大部分文件 全部出于他手 换句话说 他算是个技术人才 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 所以崇祯 把他留了下来 干嘛呢 写交代材料 刘太监很敬业 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所写的 卓中志 成为后代研究 魏忠贤的最重要的史料 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 就会发现 梁山好汉们昭安后 宋江死了 最能打的李逵死了 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 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 比如说神医安道权之流 以上的事实清楚的告诉我们 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的重要啊 为人父为人母的朋友们 尤其要注意了 这比什么励志故事都能激发 下一代的学习欲望 不光能够混饭吃 还能活命啊